頭髮都非常 不 好 Cream Contour Cream Blush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上面裝修 如果有少少細胸的就 有怪不怪 今天我們要review的這個品牌 就是最多人最多 值得一試的一個品牌 就是完美日記 英文就是Perfect Diary Beauty 原來他們的來頭都不少 他們的創辦人其中一位 是在哈佛大學畢業的 另一位就是倫敦的時裝設計師 而且聽說好像兩個創辦人 都會說廣東話的 在廣州居住 他們這個品牌 在2016年正式推出 靈感來自於Fashion Week 和Colorful為主 不如一起來 試一下review我買了的這些品牌 從來我喜歡不安 女網上 我喜歡不安 女網上 我喜歡不安 就要試一下這個 哇 豪華包裝 但其實它是一個BB Cushion 來的 它是送一個review的 撕這個膠是很療癒的 但我撕不出來 Oh God 雖然它是很漂亮 但這個設計就有待改善了 嘩 這個顏色的顏色是B02 我已經是買了它最深色的顏色 我拿了這個Cushido的BB Cushion 來作一個比較 但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鏡子差不多大成 總之大很多 而且是很清楚 因為我做了這個水光窗 臉上很多一粒粒的點 這個是稱為自然色 但其實自然色這個字很難說的 雖然就不是說差很遠 但還是比較偏白的 首先遮瑕度不算很高 因為BB Cushion 也不奢望它要求遮瑕度很高 但它的確是令到我皮膚 有極度提亮了的感覺 你可以看看這邊 塗了的 還有這邊 這邊是明顯地暗淡和灰了 但這個品牌的理念是非常遙遠的 它說希望這個品牌是可以打造新一代的L'Oreal 美妝界裡面主要只有三個大群組 首先第一就是有L'Oreal 接著就有Estee Lauder Group 以及Shishado Group 所以說的話要成為下一個L'Oreal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加油 現在將這個Cushion 印上眼睛的位置 做Under Eye Concealer 是完全沒有用的 我上妝前 我今天的膚質也是非常好 但上妝後有一點浮粉的效果 所以它算是在BB Cushion界裡面 是頗不貼服的 眼睛的部分 這個是他們的Discovery Palette 因為我整個季都沒有一個藍系的Palette 另外我就有一盒四支的眼影掃 可以同時間試 但它一樣的包裝都是極度不友善的 要做一支拔出來 但它的掃是很滑的 還有一個掃袋 Let's try 首先就先用眼影掃 去到黃牌了 當然是Urban Decay的眼影掃 我們為了配合藍色的Palette 都拿了藍色的美少女戰士 Saila Mercury 和我一起去化妝 首先這個Palette 真的藍色的Matte Tone 它只有一支 超級深藍色 所以是有一點難度 我們用一個Creeze Brush 我們試試 我們Dip in Obscure 今天真的自由發揮 這個粉塗了好像沒有塗 可能它是一個很好的Transition Color 也不一定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就用深色一點 Deadwood 死木 為甚麼叫Deadwood 很不老禮 好了 有一點Pigment的效果 這顏色好一點 不如就試試直接上藍色 Arrogance 好深好深的藍色 簡直上去有甚麼效果呢 好緊張 雖然顏色暫時這一刻看 就不是超級吸引 但是它的粉也挺異常的 簡直一秒就可以做了 smoky eyes的效果出來 原來這個Palette 真的跟Discovery Channel Discovery合作的 它們有不同的動物 代表不同的顏色 這個叫做檳榔 就是藍色 然後有小熊貓 熊貓 豬 虎 鱷魚 喂 Not bad 我覺得可以試試一些 不同的東西 一點點Creeze Color 那我就上一些concealer 然後呢 圍邊 好了等它輕輕乾了之後呢 我就會在鼻子上噴一些setting spray 然後我就會dip into這個starring的一個顏色 挺好玩的 都挺漂亮的 它的shiny的效果都挺膠紫的 好了 然後我就會用剛才第一隻用的啡色 去把所有的線做soft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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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那個亮和深色中間的那個位置呢 我就會 蘸一點點灰色 這裡有一隻灰色的 去做一個transition的顏色 效果沒有那麼凹 可以了 我就會用我剛才塗concealer的這支掃 dap into這個dapwood的顏色 塗在下眼線這個位置 那它的掃呢 都挺好用 不會化在眼中的時候 會覺得很刺眼 那個毛的texture是很油順的 但都非常之容易blend 好了 現在我就要拿它最幼的這支掃呢 首先噴一支spray 然後呢 我就會點它這個scorn 一個銀色 在那個眼頭的部分 先化一下 化一下黑色Mascara 先 好啦 讓我把藍色化多一點點 其實它的眼影是很blend 好用 色的選擇不算很豐富 的 我覺得它的selection 可以更特別 如果我是它的話 可能我會用這個palette 多一兩隻淺色的藍色 還有我會覺得這三種顏色可能很相似 如果是做Transition Color 可能太重複 我會覺得有更多不同的Variations 可能做出來的效果會更多變化 接著我們就直踩試控油麥粉 這個粉很大盒 我這款是自然白的 好多啊 我很喜歡用手指去感受粉 感受一下它是否有細 就這樣摸下去已經知道它不是很滋潤 我會感受到如果塗下眼的話 可能會有少少眼紋 但它是非常有細 對啦 一如我所料 它是很有細 但有少少偏乾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塗的時候 塗上眼部的位置 但這個碎粉的質感 不及Jeffree Star和Fenty Beauty 和Laura Mercier的粉 我個人認為 碎粉真的會玩到周圍 所以有些碎粉的設計是比較方便的 例如Jeffree Star這個 它是有一個Lock 讓你可以把碎粉鎖起 我們試試這個Cream的胭脂 看看 有兩種顏色 一種是偏粉紅淺色 一種是偏橙 我們試試直接用手指上 先試試一下 有少少Cream to Powder的感覺 相對地沒有那麼容易推 但會快點乾 而且效果就沒有那麼shiny 這個胭脂 就比起平時的Cream 胭脂 就沒有那麼鬧角 我們先塗上唇膏 先塗上唇膏 Look complete 完成 好了 今天玩的這個完美日記的品牌 我就不會十分推介大家買這個BB Cushion 因為妝感都很厚 而且都很沒有遮瑕度 但它令到皮膚亮的感覺是挺出的 那個Lose Powder我都不會建議大家買 雖然它很便宜 50元 但是它用了之後 感覺上我覺得很乾 但我覺得它們的眼影盤和眼影掃都挺值得買的 因為它們的掃的質素都不錯 而且它們的眼影質素都不錯 很容易混合和很上色 另外這個胭脂就看你喜不喜歡 比較粉撞的Cream Blush 雖然我本身的皮膚是比較乾的 所以我會比較濕的Cream Blush 那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還有一些不同的品牌 都想我評價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好嗎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每星期二和每星期四 都會有新影片推出的 還有開啤啤啤啤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好了我現在就準備下妝了 但在下妝之前我想說 我發現原來塗藍色的眼影的時候 就是在Cream Blush上塗的啡色 是比較容易令藍色的 還有我覺得我剛剛中間的位置 不是加了一個 真是 閃的藍色 我覺得這個Icy的效果 挺好看的 它的Texture看起來 是很滑的 所以我想拍多一點片 給大家看一下 離開了拍攝的燈光效果 都不錯 挺好看的 記得訂閱啦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來幫我也拍攝 我想拍一個 成彈 都 hints